周立波在上柜圈访谈,立正清白。 周立波回国不久上了局面的访谈,在里面的言论引起莫胡与唐爽的不满,莫胡唐爽也发出各种声明言论,这一系列对周立波不利的言论扑面而来。 而局面专访力求真相,也跑到美国对唐爽进行采访。 节目的一播出周立波夫妇又被顶上了风口浪尖之上。 据媒体报道莫胡将高周立波诽谤,索赔将近5000万,这笔数字对常人来说就是天价,而周立波本人也对此做出了回应。 周立波夫妇计,局面之后又上了另一档访谈节目《桂圈》,访谈中提到他爽了。 胡杰一脸生无可恋地表示当时要是把证据提交给检察官,唐爽不可能会顺利撤案。 周立波则一本正经地表示对于唐爽这问题上,我不是细字,更像君子,而唐爽上节目所穿的衣服也是周立波的。 胡杰终于松口肯说出了某某是谁,决定将某某爆出,让大家绝人肉。 周立波表示自己无法阻止,唐爽也将从学子变成棋子,最后变成棋子,而胡杰也不会对此事做任何解释。 周立波终于要让证据证明清白了,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 周立波终于要让证据。